各位我們知道現在內地受水災困擾 我們在香港和大家打氣 心是祖國 血龍於水 一方有難 百方之活 同幫名 加油 大家好 華記7月15日晚間報導 今天想講講泛民的初選結果 這個泛民的初選結果 在01和蘋果都會見到的 首先想講講香港有一個怪現象 這是香港是世界的一大笑話 因為這次初選 最高票數的所謂反對派領袖 全部都是漢奸走狗賣國賊 這些賣國賊 就是我們今時今日香港的年青人偶像 這個真是全球首創 漢奸可以做偶像 這些價值觀 這些邏輯 真是匪夷所思 為什麼這麼說呢 很簡單 我開一開名吧 第一位 香港島得最高票 那個人叫許智峯 這簡直是人渣 許智峯 立會搶人手機 竟然拿28,000多票 居然拿28,000多票 居住香港島的人質素這麼低 選這些人 出來做No.1 反對派 真是 又屎又料 去這個 立會那裏 這些奇奇怪怪 另一個 九龍東 最高票的那個人叫 黃之鋒 這個人整個 魔界的 骷髏 黃之鋒 我都不明白 他為什麼會有三萬幾票 橫體 監體 都不是大將之鋒 都不是可造之財 有一體 這些 縮頭縮腦 蛇頭鼠眼 不方好人 那些 這個 岑子傑 更好笑 這件 不是說性別歧視 也不是說什麼 同性戀歧視 搞到自己鬼五馬六 又爛口 轉頭又裝好心 這個 這個 岑子傑 都是人渣 根本 這些 全部都是演技派 全部都是演戲的 跟著 新界東 什麼何桂南 我不懂這件 哎呀 新界西才死 新界西的票王叫 朱凱迪 朱凱迪 看來看去都是 像個老童 看來看去都是 像個道友 全部呢 那些 那些 在立會那裏爬上牆 爛騰 那樣的 醜太白出 這些 甲拐 那麼多 新界西的人選他 更好笑 這個超級區議會 超區 哎呀 26萬8 哇 這個鄺俊宇 有一個世紀大茄 這裏呢 有一點東西 就說被人打的 笑到你死 這條這樣的抗進語 他們這樣的所謂抗神 即是溫神 有鬼啦 喂 喂 這班人 哎 真是笑死人 即是你說呢 這些這樣的香港島 這麼多人選 許智峰 九龍西 就選 岑梓杰 質素這麼低 說毛婆都有九千多 毛婆都已經是醜態拍出 都穿了崩 的啦 是吧 反而呢 都很討人憎 這個 但沒有毛婆那麼討人憎 那些做那麼少票 只有四千七 即是如果你說說 討人憎指數 反對派那些 漢奸走狗 賣國賊 即是毛婆呢 就真是 真是很討人憎 即是相對來說 黃碧雲就沒有那麼討人憎 反而他 他這些 票數又低 所以反對派的邏輯 是匪而所思 你完全不明白 嘩 黃之鋒三萬一 譚文豪 飛機豪都說兩萬三 嘩 在立法會 飛機豪拿一把黑布出來 拉著 然後 就落腳踢 然後包圍著台 這些 這些是 No.2 這些 我真的不太明白 反對派那些 那些邏輯 哎呀 朱凱迪 四萬九身戒西 黃紫月 那個人弄了容 那個女人 哎呀 你問一下 那個大兔婆在哪 元朗的大兔婆 還未生 那個單眼女去哪 哎呀 真是這班人 完全都不太明白 新界東 哎呀 真是還好笑 新界東 什麼楊岳橋 兩萬五 陳至全萬七 這些 這些全部都 都賊來的 你看 凡國威 帶人去立法會 破壞 都說出善 哎呀 真是笑死人 然後 區議會 第二 鄺俊宇 岑奧輝 陶謹生 哎呀 好笑 陶謹生 都說出善 哎呀 真是 衛生服務界 余慧明 不認識他 不知道誰 今天想說一下 就是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香港那些年青人 會看到這些漢奸 走狗賣國賊 當他做偶像 是投票給他 我真的好不明白 即是我們幾百年前 即是吳三季 是不是真的那些漢奸血統 流到下來 現在呢 原來在香港呢 反對共產黨 反政府 是有這麼大的市場 喂 這個地球呢 只有一件事 就是 你在美國 英國 在澳洲 加拿大 你作為一個中國人 你反中國 而黏在外國的外國人 居然他們可以下台 他不覺得你出賣自己的國家 他不覺得你出賣自己的國家 你現在聯合外國的勢力 想搞垮中國 喂 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很奇怪 我真的想來想去想不明白 為何會這個世界有人希望自己做亡國奴呢 這幫人 畢生的理想 就是做亡國奴 喂 中國忙了 你這幫這樣的漢奸走狗 人渣就開心 為何會有人想做亡國奴呢 我真的想想想不明白 我真的想想想想不明白 我真的想想想不明白 即是 即是 很簡單一件事 即是 這幫人自認 黃絲港獨自認自己 正義在自己那一方 但在美國那些警察執法 他們又不會挑戰那些美國警察 但是呢 你去到見到美國的總統特朗普 他那些政策是笑死人的 朝令夕改 日頭和晚上講的都不同的 現在全地球 所有的先進的西方國家 都想打倒中國 而你這幫這樣的漢奸走狗 就站在其他那些國家 來中國人去害中國人 現在你這幫這樣的年青人 香港這幫這樣的年青人 你就是想做漢奸走狗賣國賊 哪裏有人是想聯同外國勢力 想將自己的國家 滅了 然後自己做亡國奴 那你這幫漢奸走狗賣國賊 就有利益 為什麼黃之鋒這些人肯做 因為黃之鋒做漢奸 他有錢收 他有利益 不是為什麼你做里南大學 那些領南大學生卡拉學校 你可以去到耶魯大學讀書 那條走狗的羅冠聰 真是這個世界更好笑 那些人以走狗為自豪 羅冠聰自己說他現在就走了去外國 那你都覺得可以炫耀到的 你根本就是亡命之徒 在別人的地方做三等公民 四等公民 香港人你去到美國 連人黑人都不如 白人都種族歧視黑人 黑人白人都是美國人 你香港人去到 美國是當你什麼 人家是當你香港人 不是當你中國人 浪費氣 這個世界 這個地球 你出來做多久 你用多少時間值 去拿自己人生經驗 我想說 這班 政棍 全部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去出賣我們所有的年青人 但是那些年青人說得不聽 所以 都是省一口氣 都是像阿一哥說的 拘捕了才說 至於那些黃法官 其實現在 國安法已經有了 你和中國的主權國來鬥爭 誰那麼傻 你出政府糧反政府 你不是死路一條 你覺得你出政府糧反政府 那些黃絲港獨 不要這麼白癡低能 那些黃絲港獨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 節目時間關係 就不說那麼久 就是說 我現在終於明白 為什麼中國人出這麼多漢奸 你看一下 戴瑤廷 李柱銘 這些全部都是 骨子裡面 都是去害中國人 這些是千古罪人 今天就先說這麼多 多謝 Judy 我助手 羅小姐今天 只是覆了WhatsApp 覆了幾個小時 就是因為這些網友 大量的網友 要這本《沖息日誌》 已經派完了 派了百多本 這麼厲害 反應很熱烈 不過我這邊都不約 我們剛剛那個禮拜派贏 派什麼贏 我們派磚頭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禮拜六日 不是有個日本海外物業展銷會 我們這些很精明的買家 已經買了我們的單位 因為他們知道拿磚頭 一舉兩筆 因為又可以拿到避險的貨幣 另外因為這麼好賣的關係 我們接下來這個禮拜六日 都會加長在同一個地方 半島酒店的六樓 但是因為限聚力的關係 我們的場地就不能超過20個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預約 你記得WhatsApp我Judy 另外我們那個講座都會繼續 今次會分四場 首先第一場是10點半至11點半 第二場是12點半至1點半 第三場是2點半至3點半 而第四場是4點半至5點半 為了保障朋友來 不會感染到新型冠狀病毒 半島酒店 你一來下面又要涼體溫 上到又要涼體溫 跟手還是要罩不離口 沒錯 你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不可以脫下 所以連喝水都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喝水的話 我們都可以安排房間 你不超過四個人去給你喝水 但是我們的時段 如果你想來拿這本沖式日誌 剛才Judy說了那四個時間 我們就會在 譬如我會早上10點出來 然後就會準備好職業 那些會過來拿書 那不是會進來滿場 在職業後拿完職酒 10點一次 然後2點一次 和4點一次 因為呢 中間有些時間 我正在說話 所以有空閒時間 我會出來派書 那你來派書的朋友 你必須 就是羅小姐已經回覆了你 那你現在看到這條片 我已經派完 百多本已經派完 真是對不起 所以呢 如果你聽說話 就是找你的 是嗎 沒錯 另外呢 我們這次的盤 都會是100萬左右 你當每個月收租有4000多元一個月 所以很吸引 有很多買家 已經偷步問我資料的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你記得聯絡Judy去預約 今個星期六日的展銷會 Judy 你說的保本抗疫的投資方法是甚麼 是呀 這一個方法就是 我有方法令你安助家中 做包租公收租 因為你的磚頭會升值 另外賺了匯價 財息兼收 還有你持有最強的避險貨幣 你坐在這裏 你都可以變財務自由 即是買哪裏 當然是日本 當然啦 日本又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買的 我們一定會推介一些 日本的筍盤給大家 我們務求提供最高的服務 最專業的 另外是提供最筍的筍盤給大家 令到你們財息兼收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記得聯絡我Judy報名 我的WhatsApp就在這裏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拜拜